全国职工总会表示在过去五年成立了超过2300个企业培训委员会 协助工友提升技能 职总秘书长黄志明在国庆限制中强调培训和持续学习的重要 并表示这将是职总的关键优先事项 黄志明指出同其他国家不一样的是 职总的会员人数不减反增 他说自2021年以来会员人数已经增长四成 至今已经有超过130万名会员 他表示职总将继续为不同年龄职业或国籍的工友提供支持 以促进公平和包容 另外职总也致力于维护年轻工友的利益 因为他们将成为未来的领袖 为我国带来创新或改变